等了 先吃热的 却先变冷了 慢热的 却停不了 还在沸腾着 最不负责任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 我还很喜欢你 可是我等要跟你分手 Hello CBO的读者们大家好 我是凯亚李佳欢 一起来看 Music by Mood 我的心情歌单 暧昧热恋期的时候 分别会用哪一首歌代表你呢 暧昧可能就是 热恋期哦 热恋期可能会唱 自己 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慢慢我想配合你 慢慢帮我给你 下一张 追梦好了 追梦好像有点奶 会用哪首歌代表在追逐梦想的自己 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的 可是我都会唱那个 不知不觉 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开始发觉 能呼吸这一切 用来形容 很幸运的自己 我就是一个宠儿 翻开下一张 那我要翻厌世了 当你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会听什么歌来勉励自己 我会听那个 我哼了最后的倔强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 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不能追望 就是会听倔强来勉励一下自己 然后拍拍自己肩膀说加油加油 这样子 分手的时候 会唱哪一首歌来抒发心情 我是非常喜欢在KTV唱张慧妹还有梁静如的歌的 如果可以选两首的话我就会唱 再被你提起 是怜悯的心 黄尘是有意 却熟练的刻意 多少人爱我 偏放不下你 是仅有的默契 还有 等了 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 慢热的却停不了会再沸腾着 看时光人心快跑随意就转折 慢冷的人啊 会自我沉默 慢冷还有怜悯带性 最不负责任的话就是可能就是 我还很喜欢你可是我得要跟你分手 把所有的爱都回火 是我的全新创作专辑 然后 question 是 新专辑难度最高的是哪首歌 哇 这可能死手都要唱完吧 没有死手可能也会唱个五首 那可能就是黑了 我自己写的时候我没有发现 我自己在录的时候我发现 哇 我怎么会写出 就是突然间高八又低八 然后有这首歌就需要不一样的 氛围去呈现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是 很难去表达的 然后那首歌那时候大概录了五天吧 超累 嘿 还能有多 嘿 加一点吧或许就能变成坏 那些是非 到处乱飞 嘿 玫瑰也有属于它的美 嘿 我最近发行了我的全新的创作专辑叫做 把所有的爱都挥霍 然后希望这世界上有更多更坚定还有全心全意的爱 希望每一个人都都是可以很勇敢的去爱 然后也接收到很多很多很自由的爱 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脸书 还有可以在YouTube上看我的新歌的MV 把所有的爱都挥霍 把所有的爱都挥霍 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过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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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